终于来到古超豪本尊了 1926到2012年 温州路程人 古超豪星 国际编码 编号是171448 对于这位著名数学家的褒奖 数学家摇篮工程 他曾多次回顾江讲学 还邀请专家包含国际知名数学家 曾省生来温州奖学 积极推进温州大学发展 兼任温州大学校长 捐赦古超豪奖学金 激励温州学子励志成才 他有得第二季华罗跟数学奖 他老婆也是 唯一的数学女院士 苏不清 古超豪是他的得意地址 对啊 老婆还蛮漂亮的耶 苏不清的老婆 日本女子吗 在 对他妇人叫松本谜子 你看他老婆还蛮漂亮的耶 1930在日本 这只有你会注意到这 我很像那个什么 古超豪坐在那边休息 我想说我会不会跟他坐过同一张凳子 哈哈哈哈 九岁那一年 其父挑战以淡米当学费 带着他到一百多里 外的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当插班生 之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力第十中学 就是现在温州中学 江利夫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串办南开大学算学系 国际数学大师陈景森说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江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 江利夫 好厉害 古超豪先生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就是书桌跟后面的书 他这个 跟我们的三合院很像 数学模型 啊你在跟古先生喝茶 你怎么还敢玩手机 我本来是想展现一些我的研究成果给他们看一下 让他们稍微交流一下 因为我放在手机里面有一些我想的说明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找到了吗 有找到了刚刚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我的研究很接触 没什么 鼻子论口是一件好事啊 你很烦耶 中间这个是古超豪 右边这个是苏智清是不是 苏布琴 是不是好像是哦 然后这个是江利夫啊 对对左边那个江利夫看起来很凶 很不好 然后这个是古超好 你怎么知道这是苏布琴 就是他不是他的得意地址吗 我好像看到他一些合照 好像是你去看一下 应该是吧 对好像是耶 对真的耶 厉害吧 厉害 太强了啦 他这个叫疯狂的石头是怎样 为什么疯狂 我知道 Curisy stone 有这种院子蛮好的 没事就坐在这边看 看天空这么蓝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不错耶 是不是要搬来温州 第一大 很清幽是不是 嗯